大家好 今天呢 种了一点这个小葱 小香葱 这个是中国朋友 他们说是中国来的 不怎么香 然后呢我今天又种了一个 泰国的 泰国的红葱 它跟普通的洋葱 不一样的火葱 这个是 泰国的 跟那个蒜卤一样 它会分裂 我就种一点点 然后呢就 看看哪一种香 这个是中国的 那个火葱 它也是跟芽葱一样的 然后我给它种下去 它 它这种呢 可能也会分裂 有朋友种过 他说这个比较香 所以呢我就把它 全部种起来 这三种对比一下 看看哪一种 比较香一点 因为这个葱仔 小葱仔吃的也不多 所以我就种这一点点就行了 反正它 它长出来以后呢 长出来以后 我这三个对比一下 看看能不能种出来 来中国那么香的那个 那个葱仔的味道 像这一波的话 已经好多年了 它自己会长出来 就是中国的小葱 它旁边分出来分出来 但是这个味道一番番 再种两种看一下 哪一种比较香一点点 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些 感谢你的收看 谢谢大家 拜拜